今天买了一块石膏豆腐 我家小孩还是很喜欢吃豆腐的 我们现在把豆腐压散 不需要压得特别散 还有点纯块 夏天呢孩子出汗多 而且正在长身体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他多吃些豆制品 还有海鲜类的 压散这样子就好了 再准备一些窑住 洗干净了之后呢 用热水浸泡20分钟 昨天为晨礼办事 顺便买了几个九节虾 我们先来把虾处理一下 把虾壳剥下来 这个虾看起来还挺大的 45亿斤 大家说贵不贵呢 虾壳剥下来 然后把虾馅也顺便抽出来 虾馅抽出来的几区虾脑 把虾头冲干净 虾头我们等一下要用的 从这个中间第三节的位置 往两边掰 这虾壳就出来了 用九节虾比较好剥 全部材料处理好了 我们就快来起锅热油了 砂钩加少许油 锅热了把虾头放进来 先炒出红油 虾头炒出红油了之后呢 我们加个蒜粒跟葱段 再炒一下 炒一下呢 就可以把豆腐放进来 现在把炒好的芽汁倒进来 然后来调一下味 加入适量盐 少许胡椒粉 再淋入开水 稍微拨动一下 豆腐呢 给它先煮五分钟 接着放上虾 我们煮这一个豆腐呢 不需要盖盖 盖上盖骨焖的话呢 石膏豆腐会变老 口感就不嫩了 煮到虾完全熟了之后呢 我们勾一点点薄芡 再次煮开就好了 撒上葱花就可以开吃了 我们这一个营养丰富又特别鲜美的豆腐下包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哦 谢谢大家